葫芦丝蛋饼的做法不重 1.准备材料 2.将葫芦去皮搓成细丝 没用完整个葫芦 4.是用那种多功能的工具弄的 不锈钢的超市有卖 3.将鸡蛋打进面粉里 4.将葫芦丝、水、适量盐跟13香也倒入 拌成稍后的糊涂 静止15分钟 5.最后加入小葱拌匀 为什么要稍后些呢 因为加了盐后,葫芦丝要出水的 6.做锅点火 锅内倒适量油 7.转一小火倒入适量面糊 用平的铲子将面糊碳均匀 8.等表面都凝固时 给它翻个身 中间可以多翻几个身 煎的烧金黄鞋 吃起来更加香 9.最后用厨房纸巾正反面吸吸油 10.切一下装盘 照片中看着很厚 其实也就5毫米左右的厚度了 小窍门 搭点水果 再配杯牛奶或是来碗中 就是一团不错的早餐了